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在先风暴,娱乐圈耳光女王霸评新片 2024年盛夏,赵丽颖携手笑殃,以虎狼之路震撼来袭,预告片溢出,全网沸腾 这位内与长公主再次以不凡之姿,引领影视新风潮 影坛进阶,霸气启程 继第20条后的右衣立作,虎狼之路不仅是一部直击人心的打拐公路片 更是赵丽颖电影生涯的右衣里程碑 影片中,她饰演的李红英,命运坎坷,未寻回被前夫贩卖的女儿 毅然踏上打拐征途,与笑央饰演的老崔并肩作战 每一季耳光都是对正义的坚决捍卫,让观众直呼过瘾 耳光背后的故事 提及赵丽颖,不得不提她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善而光明场面 从大内低手中出路锋芒,到陆珍传奇 宫索陈香等多部佳作中的精湛演绎 赵丽颖的掌乖技能仿佛成了她的独特标签 每一次出手,都是对角色情感的极致诠释 让人不禁感叹,赵丽颖,你不仅美,而且狠 实力与毅力并存 在虎狼之路中,赵丽颖再次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爆发力与专业素养 面对笑央,她面无表情却力道十足的两记耳光 不仅震撼了观众,也让笑央直言,赵丽颖,你真的太有力量了 这背后,是赵丽颖无数次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不懈努力 是她用实力证明自己的最好立正 内与长公主,非她莫属 从古装剧的清醒大女主,到现代剧的霸气女强人 赵丽颖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诠释了何为金国不让须眉 在知否中,她饰演的明蓝,一记耳光打得曼娘措手不及 那份从容与决绝,让人印象深刻 而在《风吹半夏》中,她更是将许半夏的泼辣与坚韧 演绎的淋漓尽致,每一次出手都让人拍案叫绝 展望未来,无限可能 随着《虎狼之路》的即将上映 赵丽颖的影视之路无疑将更加宽广 我们期待她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以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 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赵丽颖,这位娱乐圈的耳光女王 正以她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在娱乐圈,赵丽颖一直以其卓越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无数观众的关注 她在演艺事业中的每一次出击都充满了惊喜和冲击 这次也不例外 赵丽颖再度罢评 新篇《耳光女王》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她在影视圈中的地位和实力 这部作品不仅是她个人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更是娱乐圈的一次震撼变革 《耳光女王》讲述了一个关于女性力量 复仇与荣耀的故事 赵丽颖在其中饰演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角色 一位经历过深刻磨难的女性 凭借坚韧的意志和智慧在逆境中奋起 最终成功翻盘 赢得了尊重与荣耀 这个角色不仅展现了赵丽颖精湛的演技 还让她的个人魅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每一个细节 每一处表现 都让观众感受到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全身心的投入 赵丽颖的演技在《耳光女王》中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她不仅能够精准地把握角色的情感波动 还能通过细腻的演绎使角色的内心世界显得格外真实 这种深入骨髓的演技 让人不禁感叹赵丽颖的专业素养和艺术造诣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在这部作品中 赵丽颖的表现无疑是对她演绎生涯的一次升华 她从最初的草根演员到如今的娱乐圈顶尖明星 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磨练 每一步都凝聚了她的心血和汗水 每一次成功背后都少步了她的努力和坚持 《耳光女王》的成功 再次证明了她在演艺圈的地位 也进一步巩固了她作为耳光女王的形象 从赵丽颖的职业生涯来看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 无论是温婉可人的女主角 还是充满挑战的反派角色 她总能以极高的专业水平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演技 更因为她对每一个角色的用心和对演艺事业的执着 《耳光女王》的出现 标志着赵丽颖在事业上的又一次飞跃 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也在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形象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实力和影响力 也为广大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惊喜和感动 对于广大观众来说 《耳光女王》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影视作品 更是一场关于女性力量与成长的视觉盛宴 赵丽颖用她的演技和魅力 让这个角色变得鲜活而立体 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和经历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为每一个观众带来了一次难忘的惯影体验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娱乐圈 赵丽颖用她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无可替代的地位 她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她的努力和坚持 也离不开每一个支持她的观众 她的演艺事业仍在不断生化 她的每一个作品都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 我们期待赵丽颖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她的每一步成长和进步 都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让我们共同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再创辉煌 继续用她的才华和魅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感动的时刻 寻护者首播 王一博纪录片能否引爆公众保护意识 王一博推出纪录片寻护者 聚焦穿山甲保护 分享公益经历 呼吁公众关注与参与 纪录片展现穿山甲困境 倡导拒绝消费穿山甲制品 激发公众保护意识 王一博与穿山甲守护生命的旅程 王一博最近在优酷频道推出了纪录片寻护者 这个节目聚焦于穿山甲保护的故事 他在节目中分享了自己作为野生救援 公益大使的经历 试图通过这部纪录片 唤起公众对穿山甲保护的关注 穿山甲作为一种独特的动物 其保护问题引发了不少人的深思 王一博在节目中所讲述的故事 不仅涉及到对穿山甲的了解 还让我们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生灵的重要性 在这一纪录片中 王一博不仅是讲述者 也是参与者 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展现了保护穿山甲的艰辛与乐趣 节目中 王一博会带观众走进穿山甲的栖息地 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与遭遇的困境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这一波宣传做得很不错 王一博真在用行动支持公益 这样的评论让大家看到 王一博不仅在荧幕上闪耀 更是在实际行动中建行自己的责任 穿山甲的故事与我们的责任 穿山甲的保护不仅是动物园和动物保护组织的责任 每个人都能在这场保护行动中发挥作用 王一博在节目中提到 拒绝消费穿山甲制品 每个人的行为都能对保护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这部纪录片 观众将了解到穿山甲所面临的威胁 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 从敬畏到恋爱的转变 随着纪录片的推出 观众对穿山甲的认知也在悄然变化 曾经很多人对这种奇特的动物存在着敬畏 甚至是陌生感 如今却能从中感受到对生命的关爱 王一博在节目中用自己的故事 让观众看到穿山甲的可爱之处 同时也促使大家思考保护这些生灵的意义 纪录片的期待与观众的参与 随着寻护者的开播 许多观众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观看 这个充满温情与责任感的纪录片 王一博与穿山甲的故事 似乎激发了年轻人对公益的更多关注 有网友留言 我会在六点准十手后 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温暖的瞬间 这样的期待感在评论区蔓延 让大家纷纷表示要一起守护穿山甲 行动与心灵的契合 观看纪录片不仅是获取新知识的过程 更是对自身内心的一次洗礼 王一博在节目中传达的理念 正是希望通过行动去影响更多人 穿山甲的保护需要每个人的关注与参与 而这种参与感能让我们与这些可爱的生灵 建立更深的联系 参与公益的未来与思考 纪录片寻护者的推出为公众提供了一个 了解穿山甲以及保护动物的平台 王一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关注这一话题 展现了公益与流行文化的结合之美 有网友表示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节目 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 双引号 这种对未来的期待与思考 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公益事业的希望 王一博与穿山甲的故事告诉我们 保护动物是一项需要行动与坚持的事业 无论是参与公益活动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消费穿山甲制品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出的努力 寻护者作为一部由王一博参与制作和主演的纪录片 其首播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部纪录片的主要主题是 呼吁公众关注穿山甲的保护问题 并揭示了这些神秘而受威胁的生物面临的困境 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 通过这部纪录片希望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 进而推动社会对穿山甲保护的实际行动 纪录片的开播标志着王一博在公益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 长期以来 穿山甲由于麒麟片被非法交易而成为受害者 这不仅是一个生态问题 也关乎人类道德和责任感 王一博选择通过纪录片这种形式来引发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是因为纪录片能够用真实的画面和数据直观的呈现问题 使观众更加容易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寻护者中 王一博亲身参与了穿山甲的保护行动 从调查走访到现场救援 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呈现 这不仅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也展示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担当 通过纪录片 观众能够看到穿山甲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 也能够了解到保护穿山甲的艰难和重要性 然而,纪录片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感动性 更在于它是否能够激发观众的行动力 寻护者首播后的反响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部纪录片能否真正引爆公众的保护意识 只有当更多的人了解到穿山甲的保护现状 并对这一问题产生真正的关注和行动 纪录片的社会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公众的注意力往往被各种热点话题所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 要让穿山甲保护问题引起足够的关注 需要更多的宣传和行动 寻护者作为王一博的公益项目 肩负着这份使命 纪录片不仅要通过感人的故事和震撼的画面打动观众 更要通过清晰的数据和明确的行动 指引让观众明白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王一博在纪录片中的积极表现和对穿山甲保护的深入参与 不仅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视角 也为保护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希望通过他的努力 能够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穿山甲的保护工作中来 每一个观众的支持和参与 都是对穿山甲保护事业的重要贡献 对于广大观众来说 观看寻护者不仅是一次视觉和情感的体验 更是一次责任和行动的启示 保护穿山甲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 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通过这部纪录片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 积极参与到环保行动中 为保护我们的地球和自然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寻护者首播之后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人因这部纪录片而觉醒 加入到保护穿山甲的行列中 每一份微小的努力 都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贡献 希望王一博和他的团队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用实际行动推动更多的环保事业 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和启示 我们也希望通过寻护者的传播 能够引起社会对穿山甲保护的广泛关注 为这一事业带来实际的改变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纪录片 能够再激发公众